災害发生后 民众何处去 卢州区公所在柳堤公园 办理收容演练 我们选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 避免第二次災害发生 所以就在防灾公园这里 尤其是地震 就是它都是在几分钟几秒钟 就是发生的 所以我们每年都需要有 这种动员的防灾演练 恩祥老人长照中心 中义国小学生实地来了解 如何报道领取物资或寻求协助 有宠物的食物可以领吗 我想给他吃 谢谢 有的 有的 他们里面不要害怕 安心关怀战 宗教团体给民众心理支持 都不用担心 我们会一起来帮助你们 请大家都能够安安心心的 那我觉得像慈祭还有我们教会 我们做的就是说 在这个心灵上面去关怀他们 因为有时候他们会心里面 很害怕 当真正的灾害发生的时候 他们是会惧怕 会担心的 莫忘曾经的灾难事件 让平安的人戒慎 保持危机意识 大爱新闻知证美之工 许立珠 陈明坤 网友录台北报导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